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H5实现俄罗斯方块游戏 那么这一系列 这一节课是我们这一系列的第十讲 主要类伦是实现我们这个多方块的一个类型 在我们今天的俄罗斯方块游戏里面 它的这个方块类型是非常多的 那这里我们也需要去实现这样的类似的一个功能 好 所以这节课的一个主要类伦是 一个是定义方块的一个布局 第二个呢是随机生成这样一个方块的一个样式 因为我们的方块有六种颜色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随机一个 然后第三个呢是随机生成这个方块的一个类型 因为这个类型的话其实也就是布局 因为布局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种布局 比如说这一种 你看这里面我列举了很多类型的一个布局 那我们要想实现的话就需要把这些布局给它全部 渲染出来 好 所以呢这个呢是定义方块布局 定义了这么多布局之后 我们要选择一个怎么来选择呢 就需要有一些随机算法来随机生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块类型 所以呢这三个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好我们还是直接来根据代码 把这些效果给实现出来 好上节课我们已经把边界 然后底部这些都已经实现好了 好 这个呢我们再来实现方块 因为我们的方块颜色它少 看起来比较死板 1234 我们有七种颜色 所以呢我们这边应该怎么来做呢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全部定义在这个方块里边 我们的七种颜色的话应该怎么来确定呢 七种颜色我们就这里给它定义一个 看 我们叫style count吧 颜色总类是7 这个里面的话我们还要实现一个什么呢 一个随机数的一个生成 所以呢我们这里叫取名一个叫什么呢 rhythm的这样一个方法 好这里给它一个mini value 然后给它一个max value 我们要通过一个最小值和最大值来随机生成这样一个数字 那我们今天的随机方法是怎么来做的呢 首先呢是max.rhythm 这个呢是0到1的这样一个值 它呢产生的数字是0到1 然后呢它是仅仅产生水激素 从0到1的值 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随机数字后 既然我们要有最小值那整个怎么做呢 就应该最小 这个value加上这个value加上它 应该是它来乘以我们的最大的一个value 成了之后 我们再用max.floor 给它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再加上我们的最小值 那这样子的话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 随机的一个数字 那这边的话我们再来做layout的时候应该怎么来做呢 我们有个style count 同样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type count 这个type count等于多少 我们先不确定 这个type count呢其实实际上是通过这个layout 里面来 算出来的 好这个layout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布局了 那这个里面我们应该 怎么来做这样一个布局呢 好对照着我们的这个 图来 我们的布局就实现这几个 第1个呢是 上面为 010 这样一种类型的 然后第2个值呢是 0 1 11 好这个类型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1种方块 那么第2种的话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第2种就是 横着的 横着的我们就直接用 1111 好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一个二维的一个数族 我们再来看第3个方块 第3个方块的话是四四方方的那就应该是 11 然后还有个11 好接下来看4个 第4个的话是 是 三个 然后第1个呢是 01 第2个呢是 11 第3个呢是 10 好接下来看第4个 看第5个 123 这个 5个的话就和上面那个是相对来说是反着的 那就是 10 11 01 当然这个里面的方块的话我们还能够再接着 让他加 接下来 这个 这个呢是 两行的 所以第1个呢是 101 下面呢是11 接下来 继续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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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方块缺了一个角 方块缺了一个角的话其实是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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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既然可以缺一个角 那我们很明显还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个11的这种造型的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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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 这个 有点 有点像F的那个造型的 第1个的话是 11 第2个呢是 10 第3个 第3个同样 也就是我们的10 第4个呢是反对来的 第1个也是11 好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就是 根据我们的 这个 这个 类型来构造出了这样一些 style 这个type的一个counter 那其实这个typecounter的话 就可以直接 通过他来运算来得到 怎么来运算呢 layout 次 好这个布局的话就已经有了 那我们这个layout又怎么来做呢 这个layout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layout 里面 来随机 生成一个 值 这个最小值肯定就是我们的0 然后他的最大值的话 就是我们的 这个最大值肯定是达不到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他的这个typecounter 来运算 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效果 现在看一下他已经不一样的有不一样的一个造型了 这样是不是就有趣多了 好 这个呢是他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实现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呢这个this呢这个layout是一个 实例的一个属性 既然是实例属性那就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每次 那都会有 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类 这样一个东西出来 那这样有什么问题呢 这样就导致的话 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类存的话 沾云就比较高 所以呢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实现 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layout 放到外面去 我们叫block layout shape 用shape比较好 shape layout 然后呢我们把他就放到外面去了 放到外面去了之后 他就只会存在一份 然后我们里面呢就只需要直接用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是一个 另外这个随技术的这种这个做法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放到外面去的 因为随技术并不是他 特有 并不是跟这个 shape有关系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到最后 来 放到外面去 那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这个rayout 这个方法 也就可以直接用了 至于这个style count 这个东西的话 也type count也是没多少必要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 我们可以直接用他的这个 lens来做 另外这个style count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到外部去 因为他并没有什么 他并不是可变的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 这样子 好 这样子实现之后 关于他本身的 比较纯粹的就是一个xy 还有他这个layout 另外的话我们这个方块的一个颜色 又应该怎么来 怎么来做呢 这个方块的一个颜色的话 其实上 是根据我们的 shape 这里写死的 其实上呢 我们这个方块颜色 就应该 通过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通过我们这个 通过我们的这个 block type 来生成 这个block type 然后传递给这边的话 就应该是一个 方块的一个颜色了 那这个block type 应该怎么来算呢 也就是通过我们的 这个零到七 这七种 一到七在七种内 七个类型的话 我们来 随机 生成一个 这个 这个不应该用七 应该用spell count 好 这样子的话就生成了不同 类型的 一个layout 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然不错了 看在哪有问题 不能防止到这个lens 因为我们这里用了this 不对 没有this 还有这里 这里的话应该也是一样的 不会再有这个layout 这样一个东西了 好 现在我们测试 看一下我们有红色的 当然我们下去就变成黄色的了 然后这另外下面都在变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呢 这个呢是因为我们的底部那一个的渲染 是有问题的 好 来看一下他的这个 现在的一个效果 现在的话是说我们这个 block block这个东西 他都 会变成同一个颜色 那这个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这个颜色 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kboard 对是我们的这个board board里面怎么来画的呢 是通过这个 做block这个方法来做的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block是怎么来画的呢 是根据 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是根据我们的这个 本身的一个block来进行的一个绘制 那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是有 是有问题的 那这边应该怎么来做呢 这边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个block上 给他给定一个什么呢 给定一个 block type 当然 这个block type其实都写错了 这边其实block type是 减了1的 实际上我们已经是从0到1的 所以说呢是不需要减1的 所以这边的话就应该是block type 但是一定要注意 当我们 给定这个block type有值的时候 我们就 不会去用它 只有当它没有值的时候 那我们才会用到 原本的这个block type 所以这边呢是第1个步骤 我们需要 增加block type 这样一个属性 另外的话是需要我们在 绘制这个块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指定一个什么呢 我们要给它指定一个颜色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个block list y x的这个值 给它指定给它 既然指定给它这个值 那我们还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还需要在设定的时候 给它那个值 我们在哪去加的呢 是这里 这里我们加的是什么呢 是1 实际上呢 我们需要把它的一个颜色 全部指定为 race点什么呢 shape 点block type 那这种方式的话 这几个方法 这几个地方一联合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好 红色 好 现在这个颜色 是不是就 注意看 我们刚刚那个 消失了 注意看 注意看 刚刚我们这儿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有一些元素直接按着下的时候就直接就消失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出现在什么位置 既然它会消失 那很明显是我们这个block type如果设置为0那么它就会消失 那这边其实block type它是 有0的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这种做法其实是有一定问题的 那这个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block type要从1开始定 而不是从0 所以呢 我们这边的这个block 这个地方生成了一个block type 是从1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不管它到底是哪一个值 我们这边都要来减掉我们的这个1 才可以使用 那另外在这个ship里面生成这个block type的时候 我们也就需要把它最小值设置为 1 当然这个最大值 也就肯定要加一个1 好现在我们再来 这里也有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它降不下去 好降不下去的时候这个问题出现在哪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好我们再试着再来重现这个代码一次 好 我们刚刚看他有一定的一个停顿 我们看这边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一定的一个停顿就说明他产生的这个值可能是哪地方有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没有遇到过 所以我们还是在这边来考虑他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在哪个地方 我们从今天改的代码里面来检查一下他的一个变化 首先是这个 我们是他的一个值是blocktype 那这个ship里面这个blocktype是通过一到某一个值来生成出来的 我们来把这个blocktype打印出来 为了调试我们让他 这次没有遇到 重新来 这个调试是比较麻烦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其实我们输出了一个8这个东西就导致了他这个 锁影越界了 所以说呢就没有打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输出了这个8这个情况是怎么来的 最大值是8是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他这个值为8的时候我们这个block就变成了一个8 实际上我们只有1到7 7种是0到6 所以呢这个counter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不应该是加1就应该是直接就是7 OK 好通过这个的话我们就查出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试试 好现在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这颗的一个内容 生成了这样一个 块的一个布局 然后随机生成这个方块的样式 然后也随机生成了这个方块的一个类型 好其他我们就下节课再见